今天出来户外,刚好遇到一个新手,网上购买的轮胎线,飞盘网,被卡成一坨,让我一起来的老体,给它处理一下,你们顺便看一下教程。 有教学的,缠住了哈,来了没有,来了,来来,看一下,这个教下他们,我教他来了,这个是需要你的时候啊,这个兄弟也比较专业,给几下给你跑好了啊,我们家的老铁都是个个都比较厉害的啊,因为,这点还挺弱啊, 上面是,先把那个链条弄齐了,这里要带起,来来,那些手放, 这个买的,这我没这个手放, 这个轰的,这个轰的,不用买这么一坨,这个轰的,这个轰一点点,太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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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好跑啊, 嗯 这个步好拔哦 轻手轻手的话 这个玩太大了 很黑心的 我这个手拿着没力了 这个手都抛了两碗 这会轻手拉不拉不起来 好 这搞好了啊 看到老司机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这种这种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开 来看一下这兄弟啥怎么样呢 怎么拔怎么拔 来哥兄弟看一下啥怎么样啊 放下来放下来 放下来 你剪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里先剪好 那是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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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把 这把抓到我 第一下水慢 第二吸水后变重 增加了撒开难度 特别是新手更加困难 第三 线太粗深水很难抓到大鱼 最后总结新手朋友的 购买时的心理想法 认为这个结实 而忽略了下水快 才是抓鱼的最关键因素 我经常说 钢丝网结实 能抓到鱼吗 来来来看一下啊 新手怎么撒的哈 还可以哦 你两个手在 就是下水下的一段慢啊 下水下的一段慢 可以可以不要在这地方拉快一点 不要拉 这个了 哇今天发红水了啊 很多机会在这里 很多机会在这里 要坐吧 别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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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可以没搭 你啥我搭了些啊 你啥我搭了些啊 你搭了些啊 你搭了些啊 这么能带下呢 你看一下 这个姜丝没有几根啊 七八根的 姜丝比较少 因为这个绳子比较细 你看 是不是 手绳看一下我们的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 这里还没有套管 你看这个是直接 它这个是直接绑上去的 是直接绑上去的 想不出电了吗 拉丝而且非常少 直接绑上去的 直接绑上去的 嗯 嗯 对对对啊 对 好 摸下去 好 可以可以的 拿好拿好 拿好对对对 可以可以的啊 可以的啊 来撒一下 可以啊 走 哇撒得挺远啊 这个下水比较慢 你看 这个下水速度多少鱼都跑了 这下水比较多鱼都跑了 可以的